Yap Yap Yau 做甚麼好 沒甚麼做 不如看看這件事好不好 Yap Yap Yau 沒甚麼做 訂閱這件事 唱到這個主題曲 大家都知道我要說甚麼 今天因為 Sunny哥哥的頻道再次出片 距離上次的復出健身影片已經隔了一個多星期 當中發生了一些事 這次輪到Creamy姐姐講解她的經歷 其實她們很明顯有目的地輪著 一開始由 Sunny 復出健身 現在到Creamy 本身兩條影片就這樣看 好像很勵志 感人一樣 但大家知道這兩條影片中間發生了一些事 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Alzegate 即是這個 叫沙門 中文忘記了 叫小朋友門 我們之前拍了所有商店的短片 其中我之前的影片 如果大家不知道有甚麼事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說他們的影片 記得去看看 總之是推出了這條類似欺騙小孩 意識不良 銷售性的影片 不知為何我推出了這條影片後 他們就把Shop 整個功能隱藏了 老實說 作為Youtuber 我都不知道原來這個功能可以這樣隱藏 我真的不知道 說真的 當然 我也不會這麼自大 因為Technic哥哥出完這條影片當然不是 剛好 因為那一陣子也被很多人罵 這個Alzegate 這個事件 被人罵到 可能有見細色不對 就馬上關了整個Shop 然後又假裝沒事 完全不回應 當作沒事發生過 但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有back up 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都隨時可以拿來看很多 例如Facebook有群組 這次Creamy姐說甚麼呢 由於剛才所說 發生了Alzegate事件 所以跟著這條影片所謂的感動 努力改變 全部都是BOOSHIT 全部都是廢話 其中包括剪了頭髮 剪短髮 提起剪髮 令我想起 頭髮的確需要好好護理 那我們今天這條影片 馬上看一個廣告 Let's go 大家知道這首歌 一直是開的 但人到中年 頭皮和頭髮都需要保養一下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Lumas Hair Lab 試試這個深層清潔玉髮療程 別說那麼多了 Let's go 這首歌 真是乾爽的很多 真的沒有頭油和清爽的很多 各位觀眾 今天第一次試做這個頭皮頭髮護理 感覺非常不錯 都想推介給大家 現在只需要268元 就可以做到原價 880元的深層清潔玉髮療程一次 Tick This 哥哥的觀眾 更加有880元 四次試做的特別優惠 專業頭皮檢測作為免費 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Whatsapp 預約 然後再給大家介紹就行了 多謝Lumas的贊助 當然是講述影片 講述影片 Kimi姐姐都是用同一個方式的感動 但其中她們陳述了一點 令我非常非常討厭這兩個人 她們就說自己有情緒病 基本上是例牌的 大奸大惡之徒一被揭發之後 她們就說自己有病 目的是薄可憐 薄可憐 上一段影片 新年已經提及過 今次到Kimi 她們言譚間 口裡掛著 一了百了想走 簡直是用文字來說 想自殺 言下詩就說你們這些人 再說就會迫死我了 即是用一個類似道德綁甲 即是你們不可以再說 你們再說我就一了百了 但對我來說 浪費氣 你要死就死吧 你死你賤 如羅蘭所說 羅蘭命巨 你死你賤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這樣你玩完 所有壞人都玩完 因為你不能說她 她們是壞的 你不要說 你一說我就自我了斷了 那你屈肌 那你微辣那些害死人之後 如果那些什麼 私藍 私配 六毫子 加聰那些 你不要再說我們 你再說我們走 你們的網民變成殺了通手 那你這是什麼理論 其實我所說的理論就是 你先弄別人 我可以別人弄你 是合理的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你出得來走 你做得你就預了要認 不然你壞了 你便不用負責任 你害死人 就算你自殺 我一命填一命底 你自己拿來 你選擇你 你沒理由將責任怪物 罵你這些人道 那你其實 你這個理論其實是無敵的 以後小朋友不做功課 先生罵你兩句 然後你跳樓 先生又被人解僱 千夫所指 以後的先生不說得你 老爸老母也不說得你 不然你一聲跳到街上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沒理由怪 如果今時難 老實說 如果今天大家覺得這個哥哥是不對 他就假如touch wood 說一句 學點保險 這兩個人真的跑去自殺 你們怪我的話 那我沒辦法 但我也是貫徹 其實你壞了就要被人解僱 你不就不要凸過頭出來 老實說 這兩年你不凸過頭出來 我都沒有說過你們 即是沒有話可說 但你現在凸過頭出來 還以為全毫無悔意可言 我才討厭這兩個人 因為他們服出第一條片 大家記不記得 我都說 叫大家給他一個機會 等他不要那麼快打巢 等他出來多一陣 但結果就馬上搞一個Elsa Gate 即是這個 叫沙門事件出來 喂 我真的覺得這兩個人 沒有誠意 是 當然 這個就是假的 我都說性格不會改 但你做出來的樣子 這麼不專業 大哥 但你扮東西 你扮好一點 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你這群混蛋 這兩條 這兩條 真是死慘 即是你剛才扮完慘 那邊又拍一些 嗯 啊 唉 即是拍完所有拍胸 這些新影片 我心想做甚麼Kill 真的令人非常反感 接著現在又說甚麼情緒病 喂大哥 我想說 如果真的有情緒病 不是說你可以控制自己 吃不吃腳 即是一個白卡 一個瘋子 你不吃腳 會出街斬人 如果你可以不吃藥 就能控制到的話 即是證明你的病 都不方好 即是不方有病 先不要說他們是不是炸病 喂大哥 我都說過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 今時今日 誰多多少少 沒有情緒病 我都一樣有 我打街八輸 我都 我都是德國瘋子 我都像德國瘋小孩 那樣 還有今時今日找食間 其實每個人都有情緒病 有些不開心 不是只有你有 而且你是自己拿來的 你騙人 你騙人 大哥 你騙小孩 對不對 你淘寶那些 被你騙那些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情緒病 當初支持你 香港製造 結果淘寶 那磚的壞石像 60萬 大哥 現在都被人笑了 大哥 你有沒有想過被你騙那些人 有沒有人跳樓死了 明明以為 同道中人 那些自同道合兄弟上山 誰知道原來是淘寶 淘寶ERROR 我真的覺得你不要跟我來這套 坦白說 走開 彈開 兩條不戰爭 然後 整條片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我們拿了幾個重點來說 他就說 整條片 其實這個Creamy 他就說 跟過去作別 他怎樣原諒自己 他現在終於原諒自己 放開自己 我每天都讚自己 我心想你收皮吧 現在不是你原諒自己 是觀眾原諒你 你原諒自己 關我X事嗎 你走開 現在我們都沒原諒你 大哥 被你欺騙那些感情 你說到現在一直以來的心結 就是你自己看不開 你一放開 繼續拍片就沒事了 你走開 你是不是搞錯了 大哥 現在是觀眾 不能原諒你 大哥 你明白嗎 然後他就說 很感謝這段期間 很多人支持他 有些觀眾 在街上 還會走過去跟他 說 過街我不信 沒可能 這兩條的過街老鼠 你跟我說 有觀眾會走過去 跟他說 你加油啊 走過去 不知你兩巴 我都偷笑 還走過去跟你說 加油 等於怎樣 林鄭說 我到街市買菜 那些市民走過來 多謝我啊 對呀 支持我啊 叫我繼續努力 你聽到 你嘀 你嘀一聲笑出來 大哥 你吹吧 你繼續吹吧 真是有低B 還有 這條影片的留言 好像是打了雞血 每個人都說支持他 加油啊 很喜歡看你的創作 嘩 你只看這條影片的留言 是不是覺得 嘩 一片升平 好像很厲害 但你看看他 Dislike 數又不是的 他Dislike 數 完全不支持到 這個這麼溫馨的景象 那是怎樣 很多人都表示 給他留言 這些正常規操作 是不是 你一是 就不要開放 Like 和Dislike 功能 是不是 你開放到的話 別人一看 嘩 我拍片的時候 有七千多個Dislike 只有兩千多個Like 但留言每個人都像邪教組織一樣 洗腦 好像姜濤 姜濤 Anson Lo 那些片 每個人都贊 但別人的影片 不 別人的影片 買留言 可以購買Like 但你不是的 你只買留言 你又不買Like 搞到Dislike 多到爆炸 不過 整條影片我看完之後 這兩條影片 其實真的不用再給機會了 真的搞 還有 我想說 我覺得一件很寒心的事 就是 那條影片開頭 不是說自己又有什麼情緒病 真的很慘情 黑眼圈 但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還有空拍片 你搞到這麼節奏 你還有心機 設定好位置 即是拍片 拍影片 而且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 由修皮一直開始累積 其實整條影片 處心積累 是鋪排好了 即是你什麼時候復出 都應該是鋪排好的 即是在你 那麼低落的時候 又有人開機幫你拍片 又有些自拍 你真的很有病 你給我 我覺得是懶 你真是最白癡 就是這件事 一個有兩條 不是一個 只是兩個 兩個有情緒病的時候 可以在這麼有空 去拿相機來拍片 真的很熱愛拍片 所以他們不做YouTuber 真的沒有工作 今次先說到這麼多 最後結局要整首 Rap 整首歌 總之不要說他的Tone 手手都是這樣 我不做事 我有如何啊 類似Tone 就是最後拉長我的音 什麼事做什麼好啊 類似這些 但我整條配內的影片 很不知如何 很奇怪 即是這條片是想SELL慘情 即是 即是改過自身 其實他沒有那麼大方 承認自己改過自身 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錯 他整條片是說 即是自己原諒了自己 是跟過去say goodbye 但這兩條人 由頭到尾都沒有說過自己是有錯 而且他由頭到尾都是很自我中心 他覺得只要自己原諒自己的事就完了 其實他真的搞錯的重點 是我們不原諒你 你先搞清楚 這些很瘋狂的 即是他們覺得 做錯事呢 還有現在有很奇怪的現象 即是做錯事呢 那些人是不可以說他 你一說他就說 別人都改過了 為何不給人機會 只是瘋狂的 即是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現在很流行 政治正確 即是那群女權 女權乾弟就是 他自己壞了 錯了別人罵他 他就說什麼欺負弱勢 欺凌弱勢 我現在明明是你做錯的 說真的 你不被人說的 這是一個什麼邏輯來的 即是你現在騙別人 別人說你 你就要說別人欺負你們 你吃屎啦 你真的彈開啦 不要跟我來這套 麻煩 壞了就要被人說 你就不要趕頭出來 受不起就不要做KOL 不要做公眾人物 我們今天先說這麼多 記得下部影片繼續支持TikDi哥哥 我們下次見 拜拜